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近一年流水最低的14个卡池 5.0卡池流水乘倒数 我没想到 5.1到5.3卡池强度洗牌 三位女五星定位曝光 离月混池觉三安排来了 新五星角色西诺宁也即将登场 有关于5.1卡池复刻的角色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千知,小草神纳希达,胡桃会复刻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说起后续5.1到5.3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就网传的消息汇总来看 最近说的较多的版本中 其中5.1卡池复刻的三位 刚刚提过就不多说了 5.2卡池的话新五星是夏斯卡 复刻角色是温迪,流浪者,仆人 5.3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据说是火神马威卡和女兵法浅特拉利 三神接连up,原石倒是招不住了 同时在后续的5.3海灯节版本 第二期离乐混池也会开启 而说起第二期离乐混池的开启 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离乐混池的话 目前满足条件的角色也有不少 如七七、克勤、甘雨、公子、胡桃、肖、夜兰、钟离这几位 不过钟离是神不入池 可以参考温迪 夜兰的话强度较高 也不一定会放进混池 所以说进混池的大概率就是前六位五星角色了 想抽混池角色的旅行者们 倒是可以期待一波后续的相关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 5.2到5.3卡尺即将登场的新角色恰斯卡 火神马威卡 倩特拉利的定位也终于来了 其中恰斯卡是五星风系弓箭 火神马威卡是五星火系大剑 倩特拉利是五星兵系法器 之期提到的欧洛伦据说已经升星 可能是五星雷系弓箭角色 当然了 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除了雷神 让人最佩服的就是4.0的公子钟离卡池 公子当初是一年up三次的角色 钟离持有率少说有90%以上 结果卡池流水居然能紧逼雷电将军 可能越是开副设计的越独特吧 看看达达利亚的机制 在看水龙 我不是贬低的意思 这俩我都有也都仓管 暂时达达鸭的手感和断流机制 我真的很喜欢 龙王素质太强 技能太简单 玩多了真的让人很违靡 顺便来一条冷知识 林妮是奉担唯一一个富克不挂灵的角色 4.5上半的千枝易斗 居然能超越下半的纳维万叶 属实是有些意外 毕竟4.6还有仆人 除了真爱党 真的有人会抽这两个角色吗 结果事实却来了波大反转 毕竟上半的卡池流水 基本上都是为了牵肢 完全上不用把一斗算进来 当时讨论卡池的热点多数都在牵肢 一斗基本上没有什么讨论度 对于下半的龙王 可能因为龙王太无聊了 老玩家深渊都通了 大世界龙王也跑得不如散兵夜兰 而且这强度第一次辞职都抽得差不多 有龙王了 所以才导致流水不行吧 天天朝南角色流水低 没想到散兵白柱这种流水 还能领先弗宁那加西格文 甚至比纳维亚尼路高 纳维亚还是第一次复克 可能是因为西格文没啥用 剧情也不讨喜 长得也不好看 龙福万估计是想抽的玩家 全都抽变了 复克也报布了多少米了吧 接着就是近期刚开启的5.0纳塔卡池 总体的表现可以说非常不理想 下半基尼奇的美术这块还是在的 就算灵命强度不行 不考虑场外因素 按理来说不该这么拉胯 只能说基本盘被4月8日搞垮一半 5.0上半那么多buff流水也低 说明是整体游戏热度下滑的问题 目前来看 基本上这就是原神的正常发挥了 不少玩家都在等火神 如果火神上线之后依旧挂零 后面再拿不出强力角色 那塔大版本的流水就稳定这样了 4.8下半的夜兰调香师能垫底 也是意料之中的 毕竟调香师从刚亮相到上线 就一直因为形象问题争议不断 而且夜兰这次都4次up了 没想到抽取比例还能超过调香师 这是我没能想到的 这个角色确实给我印象深刻 算是时代的眼泪了 6加1夜兰是当时的T0强度 这个角色被吐槽过剑魔丑 但是不妨碍她的人气不低 人设不错 其实很多玩家都是看中角色塑造的 夜兰上线的时候 大家都吐槽她的剑魔 但是她的角色塑造还是不错的 总感觉3.0以前的角色塑造都挺好的 3.0以后就开始逐渐抽象 4.0以后更是难评 所以我不知道老米到底有没有想清楚 一个老角色就算过了那么多版本 依旧有人会去抽取玩 你就把阿贝多 肖宫 凌人 优拉加强一下 或者给老角色出个辅助 我都不知道能带来多少流水 大家觉得呢 给老角色 我都知道了 你但我这个老角色 不是吧 我这都知道